学生食堂让学生感染非典 警方接到报案后对张某进行了调查 张向公安机关提供了其收到的多封恐吓信 同时反映邻居张亚辉和自己长期不和有重大嫌疑 警方通过技术手段认定恐吓信系张亚辉所写 张亚辉近日已被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批捕 今年4月30号下午6点 被告人高英勇在北京昌平区 似乎已经得到了控制 在广州市一家大型禽畜批发市场 果子梨海梨等明令禁止销售的国家级保护动物 都赫然摆在货架上 据了解这些野味大多来自山里 在没有经过检验和检疫的情况下流入市场 为此广东省规定 食用野生动物者将最高罚款1万元 深圳市规定对违规经营野生动物者 除以最高罚款10万元 同时深圳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站 也向全市各有关单位经营户发出紧急通知 暂停办理一切猎捕出售收购运输进出口 训养繁殖野生动物活动的申请 以发放的准许证要全部收回 今天上海重庆江苏浙江等地 集中对集贸市场饭店和宾馆进行突击检查 从严从中处罚贩卖野生动物经营业户 随着全国许多地区新增病例的减少 许多人对防治非典产生了麻痹情绪 有关 新增病例下降的时间还很短 防治工作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 对非典尚缺乏有效诊治和防疫手段 人群的聚集活动的增加 这些都对于我们控制非典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非典病房 市内和城市间的跨地区跨银行通用 为了配合全国第十级以上城市实现互联互通 中国银联将从下半年在全国范围内 对互联互通情况进行大检查 重点主要是北京上海等45个 已经推广发行银联标志卡城市联网 和终端标准化改造情况 检查各商业银行是否按照规范要求 全部开放跨行业务功能 检查各银行的终端机具是否按要求 完成标准化改造并张贴银联标志 我们去年在上半年的交易成功率是比较低的 去年抓了一下以后 现在普遍的交易成功率达到了75%以上 今年希望在全国的第四以上城市 都能够实现联网通用 今年希望交易成功率能达到80%以上 信用卡是银行和其他财务机构 签发给信用状况良好的人士的 一种特殊的信用凭证卡片 我国的第一张信用卡 长城卡是中国银行1985年在珠海发行的 经过17年的发展 截至2002年底 国内发卡总量超过4.96亿张 2002年 我国成立了中国银联 以解决信用卡在不同银行间的互联互通问题 这是中央台不闹的 中国银联今天还发布了 有关银行卡使用情况的调查报告 结果显示 有近一半的持卡人 曾经遇到过商家拒绝受理银行卡的现象 这项调查是从2002年11月开始的 到今年3月份结束 在历时4个月的时间里 中国银联在全国范围内 对用卡最活跃的城市和持卡人进行了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 除了有近一半的持卡人 曾经遭到过商户拒绝受理外 平均每人仍有1.73张银行卡为睡眠卡 也就是说 很多人办了银行卡以后 并没有充分的利用 在交易方面 目前异地跨行系统交易的成功率为77.81% 差错率为0.23% 而被调查者使用银行卡的过程中 最关心的问题依次是 银行卡受理商户的分布是否广泛 交易成功率是否高 等待用卡付款的时间是否长 被调查者还希望能在医院 公用事业收费 中小超市 航空售票处和公共交通类商户上使用银行卡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了 关于银行外币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这是我国首次对银行外币卡的管理 进行系统明确的规定 我国的银行外币卡分为两类 一类是境外金融机构发行的银行卡 简称境外卡 另一类是境内金融机构发行的外币卡 简称境内卡 根据境内卡和境外卡的不同特点 通知规定 境外卡的持卡人 在境内银行的营业柜台或自动柜员机提款时 只能提取人民币现金 不得提取外币现金 境内卡的持卡人使用个人外币卡的 可以在发卡金融机构的营业柜台 提取外币和人民币现金 但在自动柜员机上不得提取外币现金 使用单位外币卡的 在境内不得提取任何现金 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经济金融的发展 和对外交往的人数的日益增加 那么银行的外币卡 日益被社会各界所重视和接受 以往的外汇管理法规 对于外币卡的提现 使用还款等环节 始终没有规范 那么为了支持 鼓励发展这个境内外币卡 知道偷盗天然气非常危险 但是仍有不少人铤而走险 记者随后跟随当地公安机关 对几个游警进行了检查 这些正在偷气的村民 看见警车过来 拖着还没有灌满的气包就跑 这种窃气是最普遍 而且是最简单的窃气 对井口的破坏比较严重 而且对原油的生产 造成一定的影响 据办案民警介绍 这一包天然气才不过四五块钱 但是由于偷气时 必须把井口原有的接气管割开 所以经常造成油井气压不足 原油产量大大降低 相对于这些用气包偷气的行为 油区里的一些工厂 则把油井当成了 他们现成的能源供应者 这是一个正在生产玻璃的小作坊 所有的动力都来自于这个发动机 而不远处的一个油井 又成了这个发动机的动力来源 这是不法分子 为偷到天然气挖的一个 兩位北大人被送到尾巴在2000年 成立了一個系統 在雲南新聞中 說是可以在任何時空間的位置 這系統會有一個影響 在農業的環境中 像是電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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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池 國產經濟的調查 也許可更加強化的機器 如果成功, 這系統的北大人的系統 可能會成為一個很大的技術 北斗一号导航定位卫星送入太空 这标志着中国已经自主建立了完善的卫星导航系统 这将对中国国民经济建设起到积极的作用 北京时间5月25号0点34分 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 成功的将第三颗北斗一号导航定位卫星送入太空 20分钟后星舰分离 根据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实时传来的测控数据 卫星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此次发射的是第三颗北斗一号导航定位卫星 前两颗北斗一号卫星分别于2000年的10月31号 和12月21号发射升空 这两颗卫星运行至今 导航定位系统工作稳定状态良好 取得了显著效益 这次发射的北斗一号是导航定位系统的备份星 它与前两颗北斗一号工作星 组成了中国完整的卫星导航定位系统 确保全天候全天时提供卫星导航信息 它标志着中国已经建立了完善的第一代卫星导航定位系统 据专家介绍 利用若干科导航定位卫星 组成卫星导航系统 综合了传统天文导航定位 和地面无线电导航定位的优点 相当于一个设置在太空的无线电导航台 它可以在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为用户确定其所在的地理经纬度和海拔高度 目前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国家 能够自主研制生产卫星导航系统 中国自行研制生产的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 不仅具备了上述能力 而且在定位性能上还有所创新 北斗一号卫星和长征三号甲火箭 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所属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和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研制 运载火箭在这次发射中首次采用了新的测试流程 不仅缩短了火箭在发射场的准备周期 而且进一步提高了火箭的质量 使中国在这项技术领域躋身世界先进行列 这次航天发射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70次飞行 也是自1996年10月以来 中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发射连续28次获得成功 据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传来的最新消息 经过连续跟踪精确测控 北斗一号卫星已经顺利完成太阳能翻板展开等太空动作 并在太空安全运行了两圈 中央台报道 北京时间24号晚上10点 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王旺生和刚刚到达灾区不久的 中国国际救援队队长岳明生 到阿尔及利亚东部地震灾区 看望了受伤的中国员工 王大使逐一看望了商员 并向参加救治商员的医生询问商情 王大使对商员们说 我代表国家领导人来看望你们 我们的中央领导 政府领导都很关心你们 我们会把你们的情况及时报告给国内 报告给你们的家人 你们现在都安然无恙 中国医疗队的医生也都在这里 你们要好好养伤 祝你们早日康复 几名受伤的中国员工 目前仍然在驻地接受中国医生的治疗 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医疗队队长 及其他三名医生参加了对中国商员的救治 中国在阿尔及利亚共有八支医疗队 共92名各科医生 地震当天他们就赶到了灾区 展开了对受伤工人的医疗救治 医生们认为 这几名伤员的伤势恢复很好 都没有大的问题 另据报道 中国救援队抽掉了四名队员 参加中国员工的搜救工作 很快找到了最后一名员工的尸体 北京时期25号零点 这名员工的尸体被从废墟中抬出 运往当地的殡仪馆 到此为止 对中国员工的搜救工作宣告结束 共有9名中国员工 在这次地震灾害中死亡 纽约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主席 纽约抗萨斯援助委员会总指挥 梁冠军在捐赠仪式上宣布 纽约桥界共为中国非典地区 中文字幕统筹